大家好 今天上镜特意剪了个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用了有2时间的显示器 主要用它来玩PS5 是时候该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感受了 我一共整理了10个优点10个缺点 想想看哪一部分 都是个人品价仅供参考 视频有点长 我会分成上下集 如果你最近想购买显示器 我觉得看了这个视频应该会有一些收获 关于这个显示器 我之前做过开箱视频 如果没有看过的同学 我先说一下它的参数 它的型号是明基的EW2880U 4K分辨率10比特的色深 IPS屏带HDR 这几个参数 是我在给PS5挑选显示器的最基本要求 如果你之前一直在用1080T分辨率的显示器 第一次用4K 特别是这个价位的4K显示器的时候 会有明显的感知 你会感觉这个屏幕特别的逼真细腻 色彩丰富 不论是玩游戏还是看网页 或者是看电影 整体感觉都会有一个维度的提升 真的有此时代的感觉 好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先看一下EW2880U的10个优点 第一个就是屏幕的素质不错 抛开具体参数先不谈 用大白话讲就是 清楚 逼真 艳丽 而且看久了还不刺眼 显示器嘛 它毕竟只是个显示设备 我们在用的时候还要注意播放设备 看看视频源是否限制了显示输出 我们以Windows10为例 在高级显示设置里面看信息 看看是否是4K分辨率 3840×2160 而且注意一下是不是10比特的色深 另外还要注意看是不是RGB 还要看一下是不是60赫兹刷新率 如果你用的是苹果笔记本连接的显示器 我们注意一下是不是4K的分辨率 而且默认是用2倍的缩放 以及60赫兹 如果是用PS5 我们要看一下影像的输出信息 是不是4K60帧色彩是RGB 这是不开启HDR的情况下 如果PS5开启了HDR 它的分辨率同样是4K 色彩会从RGB变成YUV442 这是因为HDMI 2.0的传输速度限制的 PS5是支持HDMI 2.1的 但是一般的显示器最大只支持到2.0 下面说第二点 我感觉明基的显示器在色彩控制方面比较强 像调节亮度对比度这些不在话下 四个显示器都有这些功能 这台显示器有很多色彩模式 除了有常规的标准 低蓝光以及用户定义之外 它还有三种专门为游戏打造的色彩模式 镜速、RPG和FPS 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RPG色彩模式 因为这个模式下游戏的画面色彩很绚丽 另外我还发现它还有一个叫Mbook的色彩模式 这个模式是专门为接苹果笔记本电脑准备的 下面说一下这台显示器自带的音箱 效果是真心不错 可以作为一个亮点 我以前也用过显示器自带的喇叭 但是那个声音很脆 真是接受不了 DW2880U它自带的音箱 效果好很多 我感觉有点像那种蓝牙小音箱 据说这台显示器的音箱里面有很多高科技 从材料到设计 再到DSP芯片 DSP芯片它有一定的降噪和调优效果 所以这台显示器的声音 它也有五种声场模式 玩个游戏听听歌 看看电影 如果要素不高是不用外接音箱的 下面再说一下HDR 我感觉HDR应该算是 现在买显示器的标准配置了 不论是PS游戏还是电脑PC游戏 最近这几年出的3A大作几乎都支持HDR 很多蓝光电影也是支持4K HDR的 我还是那句话 HDR400和HDR10 这两个标准虽然是入门的HDR 但有总比没有好 各位在买显示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底线 千万不要买到假的HDR 在买之前问一下客服 这台显示器它有三种HDR模式 分别是游戏电影和标准的HDR 我个人比较喜欢游戏的HDR模式 另外这个显示器它还提供了叫模拟HDR功能 如果你看的影片那个片源不支持HDR它是SDR的 如果你还想体验HDR效果可以手动打开这个模拟HDR功能 就是把显示器右下角那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各位看到的视频背景播放的就是4K HDR的素材 肉眼看到的效果远比摄像头拍出来的效果要好 如果你以前没看过HDR是什么效果 我简单描述一下 HDR的片源加HDR的显示器 它呈现出来的效果 它那个画面的感觉很透亮 很通透 而且更加真实 这台显示器它自带了一个遥控器 我开始以为这个遥控器是个鸡肋 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我已经离不开它了 我经常用它来切换PS5电脑还有苹果笔记本 切换信号源很方便 遥控器虽小 但是它的功能按键还是挺丰富的 可以用它来调节色彩模式 调节亮度 还能调节音量 这样就不用去找显示器后面的那个按钮了 可以盲目操作 很舒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遥控器它的菜单反馈很快 反应很跟手 这点给好评 如果你以后也买了这款显示器 或者是明基家的显示器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它的遥控器菜单逻辑 它的菜单逻辑是向右是前进 也就是确认 向左是后退 也就是返回 这个和一般的显示器它不太一样 一般显示器会有一个专门确认的按钮和返回的按钮 它是用的左右方向 下面再说一下Type-C接口 这点和PS5游戏机无关 我用这个接口是来接MacBook Air M1的 也可以接Windows笔记本 通过显示器自带的USB-C的那条线 显示器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功率是60瓦的 笔记本电脑上的影像和音频可以输出到显示器上 分辨率是4K 60帧 我接苹果本默认用的是200%的缩放 文字又大又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 MacOS系统它里面的那个显示器设置面板 有一个高动态范围的选项 也就是HDR 通过勾选这个选项 苹果本可以使这台显示器激活HDR 观看4K HDR的影片 苹果本自带的那个显示屏都没有这个选项 另外上面说过了 这台显示器 它有一个Mbook的色彩模式 其实就算不开启这个模式 用显示器的标准色彩模式 显示器的颜色和MacBook Air 它自带的那个屏幕的颜色 肉眼观看是十分接近的 没有什么区别 这台显示器它提供了五种护眼功能 我觉得最大的护眼方法是 少看屏幕 看一两个小时就要离开椅子活动一下 看看远方 转移一下注意力 这台显示器第一个护眼模式 护眼功能 它的名字叫BI加 显示器的下方有一个传感器 它能感受到室内当前环境光线的强度 自动调节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菜单设置传感器的灵敏度 当环境光发生变化 屏幕右下角会出现眼睛的标志 另外下面还会有一个提示条 提示当前的亮度是高是低 除了BI功能之外 它里面的低蓝光还有五种模式 分别是多媒体 网上冲浪 办公室 阅读和电子报 说实话 我是个嫌麻烦的人 上面这些功能我都不用 我的设置方法是用标准模式 亮度20% 对比度50% 比如白天光线比较亮 我手动会把亮度调高 到了晚上 我手动会把亮度调低 怎么简单怎么来